我們不會從有疫區的地方進口蛋 我們非常重視食品安全 日本檢驗也非常嚴格 我們進口的蛋不但會要求戶友檢驗證明 同時我們也會逐批檢驗 請國人放心 農委會說2月底將會有日本蛋進口 不過民眾質疑日本是禽流感疫區 爭議很多為什麼會進口日本蛋 我們不會從有疫區的地方進口蛋 我們非常重視食品安全 日本檢驗也非常嚴格 我們進口的蛋不但會要求戶友檢驗證明 同時我們也會逐批檢驗 請國人放心 台灣申請加入CPTPP私屋進展有限 那想問院長樂觀嗎 會不會擔心有干擾 日本前首相安倍首相說 台灣準備開放福島的時評 是跨越了加入CPTPP的重大障礙 我們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向國際展現 台灣注重科學證據 願意依照國際標準 同時也看到CPTPP的許多會員國都對台灣表示歡迎 我們也看到尤其日本更是大力來支持 我們很希望國人同胞大家一起團結 這只是一個開始還有很多的辛苦要誇業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能得到好結果 主機總處公布110年實質性薪資 那五年來首度出現負值很漲 那因為物價上漲的壓力不小 那院長怎麼看 受疫情的影響全世界 原物料的供應運輸出現許多的狀況 以至於物價波動 政府意外面大力拚經濟增加福利 減少民眾負擔 也要謂謂緊盯著通膨穩定物價 サンゴ的工程 博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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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